圆明园万园之园 清代皇家园林 历经清朝五代皇帝的建设 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防火焚毁 导致圆明园陆地上的木质结构毁于一旦 只有西洋楼建筑群衣食材得以保存主体 但部分屋顶门窗被毁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千疮百孔的圆明园更是雪上加霜 使圆明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 当时清政府实际已经对圆明园失去控制 官僚、军阀开始对圆明园内的中的石材、木材 及一切可以用的都盗绝殆尽 1940年之后 日本占领时期 粮食紧张农户陆续进入圆明园平山田湖开田种岛 150多年修筑的圆明园已面目全非 那时和现在已无异 1873年 距离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 已经过去13年 照片内的圆明园保存得相当完好 雕刻精美 非常漂亮 照片中显示的是观水法 观水法是乾隆皇帝专门看喷泉景色之地 方外观建造于乾隆24年 是香飞坐礼拜的一座清真寺 万花镇圆明皇花镇是清代皇帝游乐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 乾隆与香飞便在万花镇亭中 在中秋之夜 宫女们手持黄色彩绸 扎成的莲花灯 寻尽飞跑 谁先找到出口 便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赐 1860年 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 万花镇得以幸存 但是毁于强盗军阀之手 今天的万花镇是1987年于原址重建 斜骑去是圆明园内 第一座欧式水法大殿 画面内 屋顶以面目全非 主体上存 但随后的几十年内 这座建筑只剩一点点 海燕堂是圆明园最大的一处欧式园林景观 每到正午十二点 十二生肖口中 喷水至中央 相传千米之外 都能听到巨大的水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